大家好,我們是水尢水某,今天想看部好影集嗎? 最近Netflix上最熱門的,應該就是剛剛推出了特別集的《施戰朝鮮》了吧! 這部影集我們從2019年播出第一季開始就非常喜歡 因為它不只製作極為精良 三大劇情線、公鬥、喪屍和歷史更是相輔相成 而剛剛播出的外傳《雅信傳》在解答了本傳裡的問題同時 也巧妙地埋下了更多的伏筆 卻也毫不意外地引發了更多的猜測 讓我們迫不及待地想要看到後續的內容了! 我們之前已經推出過兩支影片 分別解析了《雅信傳》和本傳裡的三大劇情線發展 以及生死草與寄生蟲的秘密 因此今天的節目我們將會回答剩餘的幾個大問題 包括了 在繼續看下去之前請先訂閱頻道並且按下小鈴鐺 也歡迎到各大Podcast平台上搜尋《那些電影教我的事》 聽我們聊更多的《施戰朝鮮》喔! 不過在開始之前我們想要先用下列的表格 帶你快速認識一下今天節目裡面會提到的人物和組織與事件 跟歷史上真實原型的對比 希望能夠幫助你更加理解要討論的內容喔! 在前面兩支影片裡,最多觀眾詢問的問題 除了寄生蟲和喪屍的種類之外 就是《外傳》和《本傳》裡的時間軸了 《施戰朝鮮》的時間軸大概可以分成四大階段 在開始之前我們先試著替這四個階段安上年份 在歷史上記載 日軍侵略朝鮮的那場《人生之戰》發生在1592年 而為了解說方便 我們將會以這個為出發點,推測其他事件的年份 不過畢竟編劇沒有給出明確的年份 因此這個推論也可能會有誤差 歡迎對歷史更有研究的觀眾留言幫我們科普一下喔! 首先,如同我們在第一支《亞信傳》中推論的 《前傳》裡的大魔王、婆豬衛首領阿里多干的原型 應該就是清太祖努爾哈赤 根據歷史記載 努爾哈赤於1583年開始起兵統一、建州各部的女真族 而《亞信傳》一開始提到 原本散落各地的女真部族,開始紛紛投入婆豬衛會下 所以我們可以大膽假設 《亞信傳》就是發生在1583年努爾哈赤崛起的那期間 接著本傳發生在《仁臣之亂》三年之後 也就是1595年,歷史差不多數個月 而第三季則應該會從第二季的結尾開始 也就是本傳之後7年的1602年 另外目前還傳出已經確定會再拍一部《外傳》《世子傳》 敘述李蒼的成長和成亡的過程 但因為資訊有限,我們推測有可能會發生在《仁臣之亂》之前 或是和本傳之間,以及第三季之後數年 因為根據歷史記載 李蒼的原型《光海君》就是於1608年繼位成為朝鮮國王的 總結來說,這就是《施戰朝鮮》的完整時間軸 當亞信發現自己的族人是被朝鮮朝廷出賣 才遭到屠村之後,決定向雙方報仇 而除了《仙疆軍役》裡所有人殺死之外 他還試圖讓喪失疫情擴散到全國 於是在片尾的彩蛋裡 我們看到了他跑去找醫官李承熙 片面告知他生死草能讓死者附身的資訊 卻隱瞞了會形成喪失的事實 乍看之下或許你會覺得這是一條毒計 但亞信可能沒想到 他其實無意之間幫助朝鮮度過了一次重大危機 在本傳裡我們得知,本傳開始三年前 日本派了三萬大軍前來侵略朝鮮 當時負責抵禦的安炫大監,在束手無策之際 被領向趙學柱告知可以用生死草打造一隻不會死的活屍大軍 如果我們從本傳中 趙學柱在王病危之際召喚李承熙入宮,讓王復活這點推論 趙學柱就是透過李承熙得知生死草的 而我們在本傳最後的彩蛋中看到 成年的亞信將一一李承熙介紹生死草的功用 因此我們可以確定,亞信是在人生之亂前夕和李承熙相遇 接著李承熙向趙學柱報告了生死草儀式 也才發生了後來趙學柱和安炫謀劃打造活屍部隊對抗日軍 換句話說,如果亞信沒有將生死草介紹給李承熙 朝鮮說不定會在人生之亂中就遭到滅國了喔! 《亞信傳》一開始的時候我們就得知 長久以來朝鮮邊界不斷面臨著滿洲女真人的騷擾以及侵略 為了牽制和刺探消息 朝鮮的將官們利用了世代居住在朝鮮境內的亞信一族 也就是被人稱為成堤野人的女真人,將他們當作棋子 亞信一族被女真人當作是叛徒、間諜 卻被朝鮮人看作是低等下賤之人 在做了一些研究之後我們發現 其實亞信一族從數百年前開始就因為地理位置 一直夾在中國、東北和朝鮮半島三方的衝突 統治權也曾多次輪替 也就是說每當衝突發生,掌權者異位 他們就得要面臨新的統治 同時又會遭遇到舊有勢力的排擠和懷疑 歷史記載 西元1440年,也就是亞信傳開始前大約150年 朝鮮王朝擊退了賤州女真族 也統治了鴨綠江以東和東圖門江以南的土地 為了邊境的防守以及擴張的準備 朝鮮政府在鴨綠江東岸設置了西北四郡 並且大量調度人口入住,試圖鞏固勢力 而這個西北四郡指的就是亞信一族祖先們原本所居住的封地 在影集裡提到,四郡已100多年前被廢 並且禁止任何人的進入 而根據記載,四郡之所以被廢 主要的原因是因為地理位置偏遠並且防守困難 加上曾經發生過嚴重的疫病,導致大量死傷 按照編劇喜歡用史實當作根據的慣例,我們不難推論 100多年前導致四郡被廢的疫情,很有可能就是喪失疫情 而從國師堂壁畫中的女真文字看來 當年的疫情應該跟亞信一族的祖先脫不了關係 要不然就是他們造成的,要不就是他們平息的 但不管怎樣,朝鮮政府認為四郡無法再居住 才會將之廢除,並且阻止任何人進入 《亞信傳》雖然在名義上是失戰朝鮮的前傳 但是真正和本傳的連結,其實一直要到最後10分鐘左右才比較明朗 因此我們看到蠻多的批評都是在抱怨花了太多時間鋪陳沒有必要的資訊 可是如果你仔細回想 讓失戰朝鮮這麼受歡迎的三大原因 也就是攻鬥、喪屍和歷史的話 就不難發現《亞信傳》的真正用意是在鋪陳《歷史》這條劇情線 例如我們剛剛提到的,《亞信祖先》歷代居住的四郡 不只在歷史上真有其地 那裡也的確發生過嚴重的疫情 加上義工難守而導致四郡被廢成為禁地 而這也提供了編劇非常合理的舞台 在第三季中好好交代生死草的起源和秘密 但除此之外,我們覺得另外一個很大的伏筆 應該就是婆豬衛、亞信和李蒼這三方之間的互動 在《亞信傳》裡的結尾我們看到,亞信為了替家人們報仇 一手策劃的後續蔓延在朝鮮半島的喪屍疫情 接著還單槍匹馬地來到婆豬衛大本營 打算對付女真首領阿里多甘 從亞信的角度出發,小顯和女真都是壞人 可是如果從本傳主角李蒼的角度來看 疫情的始作俑者亞信卻才是反派 而對朝鮮虎視眈眈的婆豬衛更是個不容小覷的威脅 但我們在做了一些調查之後發現 在歷史上,建州女真雖然因為國土和資源問題 長期和朝鮮半島處於敵對或戰爭狀態 但是當朝鮮半島遭到日本侵略,也就是人稱之亂時 女真的首領努爾哈赤,擔心日軍佔領朝鮮半島之後會進一步攻打女真 於是曾經上表給明朝朝廷,希望能出兵朝鮮幫忙抵禦日軍 可是當時的朝鮮領相柳成龍,也就是本傳中趙學著的原型人物 卻因為擔心女真會趁火打劫而拒絕了 換句話說,女真和朝鮮之間的這段歷史還有許多糾葛 絕對還有更多的空間能讓編劇發揮功力 例如,會不會亞信和李蒼之後會聯手對付婆豬衛 還是婆豬衛和李蒼合作解決亞信造成的疫情 或是亞信回歸女真,和婆豬衛一起侵略朝鮮? 但是真相到底如何,就讓我們期待第三季吧! 如同我們剛剛所說的,《亞信傳》的真正目的是為了替第三季開路 而從劇組必須如此費心地用了90分鐘的劇情來鋪陳 就不難想像是有六集的第三季,會有多少的劇情線需要交代 現在就讓我們用三大劇情線的方式快速幫大家整理一下吧! 在公鬥的劇情線,我們預計將會看到 李蒼、亞信和婆豬衛三方的角力 亞信的復仇之路,包括了謙使和御營廳大將的後續 首都裡面賈王原子的執政 於禁貴席的海源肇事 在喪屍的劇情線,我們預計將會看到 生死草的完整起源和秘密 亞信靠著喪屍大軍復仇 原子身上寄生蟲的發展 再度爆發的喪屍疫情 在歷史的劇情線,我們預計將會看到 女真和朝鮮的衝突 朝鮮從倭亂和女真侵略等戰亂中復蘇 李蒼邁向君主之路,替外傳世子傳鋪陳 女真和明朝的衝突,朝鮮和明朝的互動 看到這裡,你是不是更加期待後續的內容了呢? 不過以上,都只是我們根據一直以來對《施戰朝鮮》的觀察所做出的推論和猜測 至於劇情到底會如何發展 我們只能夠等到影集上映時才能確定了 而上一時間我們目前沒有資訊 但是按照Netflix總是不急著推出內容的習慣來看 應該至少會等到明年2022年 就讓我們拭目以待吧! 我們每週都會有新內容上線 除了YouTube之外,現在也推出了Podcast 歡迎到各大平台搜尋《那些電影教我的事》